小乐高带乐趣欢迎来到坏雪的乐高仓库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一盒森堡积木呢 有很多的朋友跟坏雪点拨 这一盒就是五九式中型坦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我们这一盒森堡积木20310559式中型坦克完成了 这一盒森堡积木20310559式中型坦克呢 一共有489片积木零件构成 里边还包括有三个人仔 同时它也是兵器文创正版授权的产品 它是一辆正版授权的五九式中型坦克 那现在市面上做积木坦克的厂家不少 但是真正做五九式积木坦克的还是寥寥无几 至于正版授权的五九式积木坦克 基本上就是森堡独一家了 来 我们一起来好好看一下 那首先先来看人仔这一套里边呢 搭配了三个人仔 而这三个人仔呢 我可以认为它全部都是这一辆坦克里边的成员 你可以看到当中一个人仔呢 是戴着皮帽 这个一看就是坦克的驾驶员啊 身上的印刷呢 自然也是相当的细腻 森堡的这些军事人仔的印刷都是非常棒的 你看不仅手的侧面有印刷 身子的侧面呢 也是有印刷的 跟那些第三方印刷的人仔相比呢 仅差脚的内部没有印刷 但是你看脚的侧面也都是有细腻的印刷 这些量产的人仔当中呢 我觉得森堡的这些军事人仔无疑是做的最棒的 但是这些人仔当中呢 也有点小问题 比如说这一个人仔看到没 当他戴上这个钢盔之后呢 这个眼睛稍微偏上了一点 所以观察起来呢 似乎他的视线会有些问题 森堡里面戴的武器呢 也是相当的出色 这一套里边呢 也戴了两板武器 这上面的各种的枪械呢 都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求 给你的人仔进行装配 接下来再来看主体 这一辆五九式中型坦克 那这个坦克的造型呢 你一看就能够明白 它呢是一个偏Q版化的造型 跟我们之前做的那一些Q版的导弹车啊 是一样的性质 这是一辆偏Q版化的坦克 做出来的样子呢 QQ萌萌的 我觉得还是挺棒的一个体验 而幻学一开始看到四百多片积木做的这个坦克 它的外观似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图案 那所以我觉得它的贴纸应该不会太多 但实际上我还是图样图森破啊 这里边这么小一盒 还是给了整整两板的贴纸 这个贴纸的量真的不算少啊 虽然它是Q版的坦克 但是轮阻的设计呢 基本上还是尽量延续了真实的那些坦克设计 呃推起来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履带有一定下垂的效果 推起来呢也还算顺畅 但是如果你不能推的太快 推的太快的话 我总觉得它的履带似乎有点跟不上你的节奏 最大的问题呢 其实是在这边 这边呢 呃容易卡住这个履带 所以你慢慢推呢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你推的太快呢 这里容易擦碰到 呃我相信你也可以通过简单的改装 解决这一个小问题 五九十坦克的100毫米线堂炮 在这一盒增宝积木的Q版坦克当中 也给做了出来 那这个造型呢 你可以看到 它是由多节积木拼接而成的 所以在造型上面呢 会稍微让你感觉有一些弯并不够笔直 不过呢 并不影响它的观感 而这个半球状的炮塔呢 这里也是使用了大的一体成型件 而这个五星的标识呢 是印刷件 不是贴纸 那这个印刷件呢 可能也是除人载之外 整车上面唯一的印刷件了 说实话 它的炮塔外观呢 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 它的还原度并不算高 但是坏血不得不提醒你 这个呢 只是一套400多片积木的一个Q版套装 而400多片积木零件呢 当中还包括了将近100片的履带 也就是说它呢 只有三四百片 400片左右的一个零件规模 那做出来这个Q版化的造型 我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 如果一味的需要还原度的话 那我们还是期待以后 森宝积木能够推出大的五九式坦克吧 那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炮塔呢 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而且在旋转的时候呢 还能够有段落感 方便你把它固定下来 进行一个展示的定位 车体两侧这些细节的元素呢 相信不需要坏学多说 你应该都知道了 这些呢 全部都是贴纸 真的看外包装呢 看不出它有这么多的贴纸 但是当你在拼搭的过程当中呢 你会发觉 它的这些细节 其实呈现的还是挺多的 这也造成它的贴纸量 也是相当的大 比如说贴这种小的 小圆片的贴纸 贴起来还真的稍微有一些麻烦 如果你有镊子的话 该把它拿出来了 那它的车尾呢 也很好的保留了 五九式应该有的那种战斗感觉 当中的细节 自然也全部都是用贴纸来呈现的 呈现出来的效果 我觉得也是可圈可点吧 那还是那句话 受限于它的体积 所以这边的盖子呢 都是不能开的 这边发动机的散热 这边全部都是不能打开的 稍微有一点可惜啊 不过它的定位 毕竟只是一盒 中小核的Q版套装而已 当你把它反过来之后 就会发觉 它的车体内部真的 开上去有点空荡荡的 基本也符合它的定位 总体而言 这个Q版化的五九式中型坦克 我觉得搭建完的效果呢 基本上还是能够符合它的定位的 人载的印刷也是相当的出色 而且它还是正版授权的产品 买一盒这个五九式 跟你的那些Q版的导弹放在一起 也是别有趣味 好了 今天坏雪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 这一颗森保积木 推出的五九式中型坦克 你还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